北京时间3月27日凌晨零点 欧洲杯预选赛的一场小组赛展开争夺 世界排名第五的英格兰在主场迎战乌克兰 上半场麦迪逊近距离射门被门将化解 凯安浪费单刀后接到萨卡的船中完成进球 萨卡轰入世界波 下半场被林厄姆近距离射门踢空 萨卡射门踢飞 最终英格兰2比0击败乌克兰 收获两连胜 阿森纳主力身价高达1.1亿欧元的萨卡 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 他独造两球 比赛第七分钟 凯安在禁区内护球之后想要往底线方向带 结果被对手放缠半岛 能将把球没收 英格兰球员纷纷向裁判抗议 但是裁判没有任何表示不认为这是犯规行为 六分钟后 亚列姆丘克前叉接到长传球 突入禁区 单刀低射圆角 稍稍偏了一点 不过 这球就算打进也没用 亚列姆丘克越位在先了 第十五分钟 门将特鲁宾接球的时候脱手了 麦迪逊冲过去补射 射门被门将封堵 也顺势把门将踢倒 裁判示意麦迪逊犯规 麦迪逊一脸无辜 第十五分钟 凯恩在门前抢点 想要直接凌空射门 结果踢死了 三分钟后 英格兰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 踢球被拔进进区 哈里比凯恩前插 单刀挑射 踢高了 第十七分钟 英格兰终于进球了 萨卡在右侧起球船中 乌克兰中路的球员冒顶 凯恩在门前抢射 轻松把球送进球门 只过了三分钟 英格兰再次取得进球 这一次则是萨卡的进球 他在禁区外轰入一角 无解世界波 太完美了 萨卡短时间踢出一传一射的数据 半场结束 英格兰2比0领先 下半场一边再战 依然是英格兰占据优势 第五十六分钟 萨卡在禁区右侧送出横传球 贝林厄姆中路包抄射门 竟然踢空了 有些不可思议 贝林厄姆或许是被防守球员干扰了 导致判断错误 四分钟后 乌克兰率先进行换人调整 一下子换了三人 败亚斯基 齐甘科夫和索伯尔替补上场 第七十分钟 萨卡与队友进行任意球 配合后来一脚射门 踢飞了 萨卡有些懊恼 第七十四分钟 乌克兰继续进行换人 兜夫比克替补上场 亚列姆丘克被换下 但是 这些换人都没用 乌克兰始终没能进球 而英格兰 直到第八十分钟才进行首次换人 伊万比托尼上场 换下哈里比凯恩 最终 英格兰2比0击败乌克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